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5月30日 哈马比激战赫根 周日晚上 金界瑞典杯迎来决赛巅峰对决 哈马比江和赫根一决高下 两队近来在联赛当中的状态都不算特别出众 并且过往两次碰面全部都是战争平手 此番在瑞典杯决赛碰面 看好双方法定时间战合 先来介绍对镇双方在瑞典杯的历史 哈马比历史上曾三次杀入瑞典杯决赛 很不幸的是 这三次都最终无缘捧背 对于球队来说无疑是较大的遗憾 哈马比最近一次进入瑞典杯决赛是在2010年 当时是以0比1的比分不敌希尔星宝 至于赫根算得上是近年瑞典杯的赢家 2015-16和2018-19届赛事 赫根都是赢下冠军 尤其是2018-19届 赫根在决赛的表现堪称完美 以三球完胜对手 单单从近年的瑞典杯表现看 赫根无疑是更被寄予厚望 哈马比的晋级之路略显崎岖 半准决赛加十攻入关键入球 才得以晋级 到了准决赛也只是一球小胜 而赫根则是分组赛二胜一合 仅一分优势晋级 进入淘汰赛越战越勇 半准决赛三比二 准决赛三比零 最终杀戮决赛 不过进入决赛就更加看重双方的竞技状态 哈马比近期在联赛当中只有二胜二和二负 联赛开季之后的状态并不算稳定 刚刚迎来两连胜之后 立刻遭遇二场不胜 虽然据卢维智逊等人在进攻端的表现颇为亮眼 但是哈马比的防守问题有待解决 对于赫根来说 联赛开局三连败 在第八轮才获得首场联赛胜利 球队的表现同样不佳 稍有亮点的是攻击守杰里美杰夫个人贡献了五个入球 上轮得以取胜赛季守胜 杰里美杰夫也有取得入球 综合来看 对阵双方在联赛当中呈现的防守表现都不算稳定 队中的进攻球员表现不俗 金仗决赛形成对攻可以预见 至于胜负很难会在法定时间揭晓 阵容方面 赫根门将阿波拉贤臣和前锋杜米伦因伤必战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